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中美科技戰進一步蔓延 戰線從抖音國際版TikTok一直延銷到微信 昨天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接受霍士新聞訪問時 提到美國總統特朗普已經受救 而且他預告說會在幾天之內 針對所有與中共有關的中國軟件企業 所帶來的廣泛國家安全風險採取行動 他指出說在美國有經營業務的中國軟件企業 是不計其數的 不論是TikTok或微信 不斷將用戶的數據直接傳送給中共 以及他們的國家安全機器 可能包括美國人的面部識別資訊 住所 電話號碼 朋友或相關人士的資料 特朗普已經表明要保護這些個人資料 而且他提及到 說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只要美國人覺得手機APP是有趣好玩 或者相關的業務能夠帶來盈利的話 就應該任由他繼續存在 但特朗普現在就說 這個時代應該是終結了 而且他還說很快會有所宣佈 即是說很可能會對微信採取行動 這個消息傳出以後 很多居住在美國的華人 馬上轉投其他即時通訊手機APP的懷抱 尤其是對於Nine情有獨鍾 在過去一個星期 這個Nine在美國的下載次數 比起前一個星期多了213% 即是多了兩倍多 為甚麼呢 原來很多美國華人認為 原來Nine是比較安全的手機應用程式 因為它始終是由韓國所生產 那就可以方便跟居住在中國的親戚 保持聯繫 以免美國政府一旦封禁微信的時候 就會失聯 實際微信遭到封禁有很多種原因 我認為 微信其中一個最為人救病的地方 就是它的短片功能 即是大陸稱之為視頻 它的視頻往往是有時間限制 限了10秒至15秒 這樣根本上是不利於真相的傳播 大家可以回想一下 在去年香港發生反送中示威活動的時候 正正在微信上有大量短片 完全是切頭切尾斷章取義 舉一個非常經典的例子 在去年8月份的時候 有一群示威者走到機場摺機位置的樹 就是舉起標語示威 畫面本來也相當和平 人有人舉 你有你走 如果是看不過眼 就當看不到算數 但不是 有一個阿伯竟然走到那群示威者 在那裡拔走別人的標語 總之就諸多手腳 好了 後來不知哪裡彈了一個人出來 那就對這個阿伯作出反擊 好了 但在微信上上載的視頻是怎樣說的呢 就是指示威者打阿伯 所以這些完全斷章取義 兼且是扭曲事實 將本來可以在一至兩分鐘之內 完整交代到的事實 硬是要濃縮成為一段10至15秒的視頻 而且還要加上一些強烈引導性的字眼 你說這些手機apps 怎能夠將真相傳遞開去呢 微信在美國的命運將會是怎樣呢 就有待下回分解 至於今回分解的 就是抖音的國際版TikTok 美國財長武蔭就提到 說TikTok現在這個模式 是不能夠繼續下去了 因為他很有可能 就是將一億美國用戶的個人資料 傳回到大陸 他又說 不管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 包括民主黨籍的眾議院議長佩洛西 都認同這個說法 而根據今早最新的消息指出 說微軟欺購TikTok這個方案 已經是獲得了美國政府的支持 並且是會繼續進行 而且要在9月15日之前 就完成相關的收購細則 當微軟成功收購之後 就將會擁有 並且是營運TikTok在美國 加拿大 澳洲 和紐西蘭地區的服務 同時也會引入另一名的美國投資者 作為少數的股東 當然在這些地區以外 比如英國或者歐洲等等 到底當地的TikTok是由誰來營運呢 暫時未有定案 很有可能就要在下一輪的磋商當中 才會談得到結果出來 現在特朗普又准許微軟去欺購TikTok 其實這個決定是絕對可以理解的 一來 由頭到尾最反對微軟去欺購TikTok 就是只有特朗普本人 白宮裏基本上主流的意見 普遍來說都是傾向微軟是應該買了TikTok 一旦微軟收購以後 就可以將伺服器撤回美國本土的樹 到其時就不存在 將一億美國用戶的個人資料傳送回大陸這種說法 就可以解決美國的國家安全隱患 二來又可以避免進一步打擊特朗普的選情 因為這個抖音這個TikTok 其實它主要的目標對象就是那群青年群體 而且現在美國是非常受歡迎 很火紅 每一天的活躍用戶量 是有五千萬人 如果一旦風禁了以後 這五千萬人當中多多少少都會怨你特朗普 我本來天天看這些無聊短片 你忽然說不讓我看要轉看YouTube或轉看Facebook 那當然是不妥的 現在就可以避免這種不滿的情緒發酵了 因為有很多左翼的KOL 即是在抖音的網紅 美國的網紅 本身想試圖去搞特朗普 就說你幹嘛要封禁了他 是不是打擊民主打壓自由 諸如此類 總之甚麼都可以說一大餐出來 到最後的結論是呼籲他那群粉絲不要投特朗普 但現在這群人就可以全部收爹了 因為都不封禁TikTok 還有甚麼好罵 所以微軟收購TikTok 不是一個完全壞事 而且對於微軟來說 還是一個非常明智的選擇 如果微軟最後能以一個低價 甚至乎是壓到賤價來收購得到 他簡直是撿到寶 為甚麼這麼說有幾個因素 第一 大家可以看看TikTok的用戶人數 在今年的頭半年 TikTok每一天在美國的活躍用戶數量 是有5000萬人那麼多 幾乎比起2019年的時候 就翻了五倍了 大家看到的增幅是非常驚人 即是在2019年的時候 每一天活躍的只有1000多萬人 現在是5000萬人 相比起其他社交平台又如何呢 Snapchat每一天是8800萬人活躍 但Snapchat的廣告收益比較低 為甚麼呢 因為用戶介面比較不利於賣廣告 但抖音或Facebook等等 就是有利於賣廣告 這是用戶介面的不同 所以就算人多也沒甚麼用 Twitter有3300萬人活躍 Facebook是1.95億人 相比起來說 Facebook是最多 處於龍頭的位置 但TikTok後來居常 而且勢力很強 第二個是廣告收入 在2019年 Snapchat收入17億美元 Twitter是25億美元 Instagram是200億美元 但是TikTok是5億美元也不到 故此它的發展潛力非常高 因為你看到它的用戶數字 以及廣告收入 完全是不成正比 第三方面就是 既然說到它有1億美國用戶那麼多 只是大數據本身的價值 模型價值已經是非常巨大 因為它一買的時候就等同買一億人的個人資料 第四就是可以直接繞過那些甚麼開發程序 或者自己去打江山 你買一個現成的社交平台 走去跟Twitter、Facebook去困 所以對於微軟來說 絕對是非常好處的選擇 不買就麻煩了 而且加上特朗普特意去動TikTok 它不賣也不可以 它也要答應一些非常苛刻的條件 所以微軟一定買的價錢 就是底都有爛的 是看它可以押到多少錢 所以這次TikTok的母公司自製跳動 都可以說是被迫賣大包 當然他們的電影就很不順 無厘頭被你按住來砌 不過這些東西就是有來有往 美國一樣有大量的科技巨企 到現在還未能夠進入中國的市場 這節先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